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 明朝,奋言 在平台冲上15万楼了 明朝又有了麻烦事 明朝,新剧情 这个画面有点危险 没过多久,部分玩家开始大规模诉求了 继明朝官方道歉 全服玩家普持十年后 贴吧,论坛 B站又开始对明朝的辞职机制拉开了声讨的序幕 就在6月12日 大量的玩家愤慨涌向B站的明朝动态之下 评论一度冲上15万楼 如此激烈的评论争议 在现今游戏环境里还是罕见的 这般对到官方头发麻的壮举 以前也不能说没有 没记错的话 上一个二动态评论破十万的游戏还是方舟 结果汉下场不是很好 其红黑远情把自己给吃炸的同时 也折顺了游戏的信誉 如今,明朝也出现类似的苗头 不断发酵的红黑 正在逐渐撑起游戏的负面 或许运也隐约明白这一点 游戏正在陷入红黑的泥潭 部分社区平台热度已经控平 删除或影所在进行 虽然冷处理是最为问题的公关 但短期内依旧是难以压制玩家的声讨 相关话题明朝圣梅活动 考虑不周引争议与卡池问题 还是迅速登上贴吧热搜第一名 我们不然发现 明朝面临的窘境不言而喻 口碑和2IP再极快地被消耗 也不能怪责玩家们的不消停吵闹和针对 毕竟自游戏接连两次 庆贺圣梅事故后 玩家确实看不到想要的态度 一边是制作组的太不自信 一边是猛圈热子人的餐盒 明朝就成为了爱有输出于情最好的靶子 也让明朝后续运营更扑朔迷离 现在明朝人在社区激烈争议 时不时就是责骂的推文出现 天天登社区热榜 明朝运营是深度关注明朝 却不知所措 选择被人诟病的处理措施 可以说 游戏的探讨环境一地鸡毛了 起码按照网友说法 登顶多个平台热搜 引起大量玩家不满 这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几天 冲击将打破官方的沉默 我们看到的诉求 不外乎几点 希望官方做出回应 不要再学米油 明朝的卡石机制真有问题 不然怎么会一直吵闹 玩家更是向明朝表态 增加奖励与福利 但游戏运营早已现选择了冷处理方式 正想办法缩小失态热度的影响 肯定与玩家的诉求 有部分冲突与对立 把期望交给时间来磨灭于情的沸腾 多少有会折腾出其他的意外状况 论坛与贴吧 铺天盖地要改米池的声音就是奇异 现在的明朝 可以说处处是封烟 只能说明朝的开端 真的是状况不断又魔幻 我们也在见证明朝的风向变化 或相名的官方后续运营和环境 我们感觉这又是一场节奏的暴风雨 明朝的运营是没告知又惹出大麻烦 就在6月11日晚 明朝官方发了一则 游戏全球下来量3000万达成的图文 并配上了动态的抽奖活动 但问题就出在庆贺的方式上 仅仅抽10名玩家 抽奖算是明朝官方一种委婉说法 我们看一些社区言论 直接用了抽象一词 苦乐不均 在任何游戏里都会捅搂子 所以在告示发布的半个小时后 运行起来了 最先是在官方底下探讨 但叫不住幽默石车的伙事 论坛与贴吧还是被蔓延 尤其是贴吧的闹腾 认为明朝既然全球破了3000万的下载 其实好事官方也想庆贺 就应该给全体全服玩家 发新生或小邮件之类的奖励 你整动态幸运十年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运营经验不足 运营事故的问题了 本来游戏社区都会有 社管或霸主维持运行的风向 但用网友的话说 这次的游戏告示以及官方的运营方式 连部分社管或小霸主都破防了 我们看到 这次是清算 游戏自家的小霸就发文报对了 大致说法 个人对官方提出抗而已 这种是要么不发 发了就全服玩家都有 本来当我们没福利就挺抽象了 我们好不容易压下去 现在还嫌节奏不够大 怎么运营的 语气不免愤慨 甚至可以感到强烈的失望 也不知道是话题热度 还是其他缘故 贴吧幽默十年就远被制顶了 一时间激起千层浪 明朝全球达成3000万的成就 彻底拦开 不好的方面 也成为了众议的导火索 有人揣摩 特意还是巧合 因为班内的制顶是需要全线设置的 而且是把无亲设 唉 这些组班们毫无征兆地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惊讶了玩家 也破出了圈子 我们看到 某站那边的明朝关键词 再冲击热榜 某狐立即加入争讨 地儿更是乱象话题争议不断 连外王那边相关的明朝社区 也出现相似状况 不少明朝玩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一边希望游戏更好 一边又不解游戏运营为何如此跳跃 我们不得不感叹 事态让人想不到 更想不到游戏运营的魔幻 明朝的社媒运营怎么办 没办法 晚些时候 十点半吧 眼看渔情难以平息 官方又道歉了 明朝全服玩家发食 人抽一体力等 怎么说呢 六月没过两周 明朝真是不平静 我们看到 明朝的渔情还在继续 每天都有人在掀起节奏 游戏端午事件尚未停息 这边又起风波 真的是乌漏偏糟连夜雨 船破又欲打头风 为什么明朝运营 能接连两天多出事故 我们不知道 但一个不能排除的原因 运营大意了 以为风平状况好准后 引领池流水稳定后 没把更多精力放在对玩家意见的调研上 这是运营方式的注重度不够 也是对乐度游戏运营经验的不足 从而触及或抵触到玩家的诉求背面 以至于闹腾不断 只能说 运营问题 玩家舆情 官方真是丝毫大意不得 明朝两三件事情 在画质方面 不同玩家有不同的审美与需求 近期 一些网友通过小动作或小程序 对游戏内的画质和色彩进行了调整 深深解锁了游戏画质 实际上使用他方软件在游戏内 覆盖一层Reset的滤镜 达到角色和风景的质感提升 不可否认的是 明朝的关键词指数之间 呼吁官方天色 增加不同背景风格功能的声音 再逐渐变多 一方是因为主机端游戏部分卡段 得到缓解后 部分玩家开始陆续追求更高质量的画质 另一方面也是玩家逐渐认可明朝 希望游戏质量更高的一种体现吧 第二件事 这个二创有点危险 随着明朝爆料热度的上涨 部分玩家开始整活 6月10日之间 某社区以爆料为学头 发出了精细奇幻的剧情画面 之所说奇幻是因为如此的设计画面或剧情 不可能出现16家的游戏里 事件很快得到证实 就是整活项的二创画面 但不少玩家纷纷表示 游戏剧情可以往这方面隐晦的设计与靠起豪生情感线 当然这并不是让官方学习如此激进的作派 而是想让官方明白玩家的X倾向 有趣的是 这类精细互动二创画面 目前在玩家之间受到好评和赞许还挺多 第三件事 清晰强度问题起风波 原本精细随着爆料的披露 获得的人气和热度 但这两天突然起来角色强度的节奏 一些网友通过对爆料桩的文字与数据咬文嚼字 因评浸精细强度 而且渔情曾蔓延之势 从某站倒贴吧 再到社区攻略 角色未上线前 精细被定上了弱角色的标签 尽管有玩家劝阻与不解 现在下定论是否太早 不懂为什么突然之间悲公蛇影了 但风暴行程再开卷 加上 近期好假在社区刷评货变多 目前这个强度节奏正好赶着寄演卡词结束之前 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否是因为精细汉长离的爆料 导致了耗伤手你既演出10号迈不出去了过来带的节奏 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